为了增加旗津旅游的丰富性 市府观光局连续多年在暑假期间 推出旗津黑沙玩意节 今年除了维持艺术沙雕之外 配合水上划船特技风筝 让民众一次体验陆海空三种不同形态的活动 同时加码举办电音趴和运动趴 要旗津成为今年暑假最吸睛的景点 一座座用黑沙堆叠打造的艺术沙雕 不仅让旗津海滩变得更有可看性 连远道而来的游客 一看到马上就拿出手机拍个不停 觉得很厉害 就很精致 对 通常做这种大型的沙雕 是要经过沙雕师跟沙雕师之间的默契 然后还有沟通才能完成 市府观光局推出2018旗津黑沙晚一节 今年除了要让游客欣赏沙雕艺术外 还规划体验水上路上及空中玩乐活动 就是要让民众玩到不想回家 知道迄今有非常多的水上的活动可以玩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结合了 包括放风筝滑独木舟 以及我们的这个SUV的这些水上活动 跟着电音一起舞动身体 气氛超嗨 如果游客想玩到夜幕低垂 在沙滩欣赏星光点点 那么推出的限量住房优惠 保证物超所值 我们特别推出船加酒的方案 那我们跟14家的旅宿业者来合作 只要在高雄住一晚 就可以得到限量版的 我们的配合齐金黑沙晚一节的 我们的漱口袋 以及我们的两杆金 同时呢 也可以得到 我们从战略库跟 从我们的古山轮渡站 出发的这个船票来回一张 迎接南台湾热情更洋 除了可以在沙滩尽情挥洒汗水 跟着旗金漫游地图探索 巷弄内的老故事 顺便品尝在地冰品 这个暑假晚一趟旗金 将会回忆满满 港督新闻 李夏龙罗绍军 采访报道